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熟悉 好啊 到了 干嘛去了这是 兵不厌诈 我先到一步 就有机会先挑选这人 我来你 好汉 留步 鲁智深 绰号花和尚 排名十三位 星号天孤星 听说你要到我们水泊梁山 选好饭 公民哥哥吩咐我 买好酒好肉招待你 酒一备好 肉还有麻烦你跑一趟 我上哪儿买肉啊 郑观熙那小子 现在养黑猪 有生有色的 猪肉挺好吃 你到他那儿去买就可以了 您跟郑观熙不是很熟吗 你自个儿为什么不去啊 我看见他就烦了 我见一次我就要打一次 打死他我们怎么吃粥粥呢 哦 也对啊 反正傅与龙还在后面 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 鲁地家 没问题 我去去就回 郑大官人啊 听说您这养黑猪 养得特别好 在我没择地儿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哎呀 那太好了 赶快带我看看吧 好 行 走走走 郑大官人啊 我这次来呢 是瘦人走突 要选最好的猪肉 我这的猪 隔隔身强体重 要选出最好的猪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啊 我们这每年都有斗猪比赛 所有冠军猪 才是最好的猪 那为什么要让他们斗呢 所有活胜的猪 踢隔好 鱼弄多 柔子好 找菜是最好的猪 一场黑猪之间的巅峰对决 即将开始 干吗了 客官 大蓝哥 您这吹饼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跟你说 您给我装上二十个吹饼 好 我要上山了 客官 请 那我得先上山了 好 哎 那个 今来什么时候回来啊 一场黑猪之间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 双方小心试探对手的实力 小霸王发起进攻 哇 仇猪见面 分爱眼红啊 长毛将军不甘示弱 奋勇反击 双方体重均在四百斤左右 属于重量级选手 他们使出全身的力量 长毛将军再次攻击 没想到小霸王一个上钩头 把长毛将军挑到一旁 第一次看斗猪 长毛将军没有认输 回到赛场 主动发起进攻 斗猪的感觉很凶 在斗猪场上 越兴奋的猪口中分泌 唾液越多 看来两头黑猪都处在 极度亢奋的状态 到底谁会获胜呢 长毛将军受伤 放弃认输 小霸王最后夺得冠军 刘刚拿到了猪肉 傅玉龙能否见到潘金莲 金莲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到梁山 见到英雄好汉 就见到金莲了 真的啊 真的啊 早说啊 接下来上梁山的路上 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 您在这儿 这 这 扔这鸡干嘛呀 我这训鸡呢 让鸡上树啊 石千 绰号古上枣 排名107位 星号地贼心 我石圈喜欢吃鸡 以前东家拿点西家顺点 总归不好 现在不同了 我创业养鸡 这鸡啊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是斗鸡 我说你看这鸡 鸡肉 接手吧 每天的跑步就跑10公里呢 我这鸡啊 牛肉 鹿绒 喝上好的茶叶呢 呦呦呦 这比我的食谱都好啊 是这样 我要到梁山 去拜见宋公明大哥 送我几只鸡 我带到山上去 给兄弟们解解馋 等一下 可以啊 刘刚那边又遇到了什么情况 八百里水坡 这是上梁山的必经之路 李俊绰号混江龙 排名26位 星号天寿星 李俊大哥 你还是赶快送我上梁山吧 不急 现在正是吃黄河驴的好时候 大哥等着吃鱼呢 你先陪我去抓鱼 梁山位于黄河和 金航大运河的交汇处 这里的鲤鱼 可谓是纯种的黄河鲤鱼 黄河鲤鱼身形好动 身形矫健 并且在活水中长大 喜好运动十分难抓 在大家的帮助下 刘刚抓到黄河鲤鱼 完成任务 有请 谢谢光明大哥 各位兄弟姐妹好 愿意来我好汉阵队 鱼手 各位梁山的英雄 愿意来我英雄队的 鱼手 到底他们会选哪些英雄好汉 进入自己的战队 比赛即将开始